我没病 你们才有病 你们都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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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的鼻子有问题 关系友好 不要啊 你们有病 干吗办在这里 这里离侦探所近 我住哪儿 你周末回来 房间让给你 我睡客厅 还有两年 你就不需要睡客厅了 又胡说八道 剩余的探浇猪鸡饭 炒通菜 还有小二间三省的 下头有海鲜炒饭 和椰子鸡汤 我分别挑了两家餐厅 都没骗过你啊 下次不玩 过来吃饭 那个傻白甜 除了会给你买速冻食品 还有快餐面 还会什么 我一个人懒得做 没关系 我报了厨艺班 中餐 泰餐 西餐 要征服男人的心 先征服男人的胃 尤其是好吃的男人 周末我们去看电影呗 喂 林沫吗 我是 唐人吧 你师父让我找你的 请我请记 我这话来说 你赶紧到青山去帮帮 在这儿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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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男人 你啊 你啊 你打他你 懂 谁啊 我去帮他一个忙 服务的 那就要 我都不能帮我 请问你们有个叫 达邦的病人吗 他等污莫山县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病人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师父出过钱 说三个月前有一个人找到她 叫我去帮她一个忙 你可以信信我呀 谈恋爱不行 我们可以做回朋友啊 这东西怎么能随便试弄 你看我像是那种轻浮的女人吗 你一看就不像 我也是同一儿女的男人啊 是 当晨熙 好了呢 就算好牛啊 不幸福 关你屁性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了 在你牛皮吹出去之前 他人家第一审他的名号 是我的 你在开玩笑吗 我正在查一件大案 如果这件案子破了 第一审他的名号 我还会拿回来 嗯 这次查案风险非常大 万一我要是有了意外 你可得想办法救我出来啊 我为什么要救你呢 江湖道义啊 我们是同行自然就会有竞争 为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 承恶阳善匡扶正义 你不一直都是你追求的目标吗 嗯 他录下案情了 听说过天使的案约吗 那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是一个装满了天才与疯子的客举院 你就别打听了 你就导致我带来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钢琴兄 如意无险打我电话 我救你出来 我说到就当了 那就先谢谢堂兄了 我还有件事想求你 到时候 请你的搭档秦峰 或者你的徒弟临我来 你呢 就不用来了 好 你要管吗 你师父那个人 从来就没有靠谱过 我知道他的侦探社在哪 先问清楚再说吧 这也是侦探社 钢琴师 是这家古董店的老板 身价不菲 跟叶田昊一样 当侦探 是为了寻求刺激 你好 你好 林黑犬 唐人的徒弟 我知道你 下一把 钢琴师在吗 老板办案去了 去了多久 三个月吧 他让我在这儿等你 看来他已经联络过你了 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 但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说什么 没收什么有用的 他在电话最后 哼了一首奇怪的曲子 你把旋律重复一遍 你把旋律重复一遍 他绂律整个音符 零传出的体验 哪里 人都会想要 代表英文字母A 按照英文字母表延续下去 旋律转移为数字和字母 代表地点 奸奏用来分割时间与地点 听音识字 这就是钢琴师的旋律命 二十四点十分 星期四 A lovely 蓝浴室 钢琴师在天使疗养院 他想见你 见我 没兴趣 你已经答应了 什么都没答应 你师父答应了 我师父答應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你师父不仅答应了 还收了钢琴师的危机拯救金 两百万 我为什么要救你呢 钱呢 你尽管开口 我不还去 冤有头 债有主 你的债主就是我 唐人用你的命运签订合约 你不去 十倍赔款 难怪他有钱出国旅游呢 天使梁奥运是个精神病院 我这样正常人能进去吗 你已经不正常了 提前替你安排了精神异常限定书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一定有他自己的灵 见了他以后我就能出来对吗 就算女人 这里还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但植被还不错 复养力子一定很高 你这次就当是去度假吧 我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我居然要扮演精神病 谁让你有一个优秀的师傅呢 我订阅来看有什么想之的 我带你回来 睦睦 请开始你的表演 小艾是吧 我是护士长彭希 是我 这是我舅舅 她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放心 她在这里一定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跟我来 走吧 每月的十五号三十号是探视日 但我们不建议探视的频次过高 会影响治疗 从现在开始她的社会名字会取消 编号414 你要记住这个号码 探视时包这个 怎么跟监狱一样 从梦中角度来说 这些病人的灵魂 不知道被囚禁在了什么地方 所以你说这里是心灵的监狱 也不为过 当然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找回他们 我们这里是全工毕市的治疗机构 提供病人的所有医师助行 她的私人物品不需要了 找击击 tö void 没用 现在刚好是活动时间 先去熟悉一下环境 走 四一四号 希望你 也能很快和小伙伴们 快乐地相处在一起 所有人都在这里 差不多吧 你们这儿干嘛 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 放心吧 四一四号 你在这儿也会很开心的 怎么会笑 心疼得真好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钢琴师的 钢琴师 对 他叫达邦 绰号钢琴师 有啊 在哪儿 我就是啊 我们这里啊 换有钢琴师 还有面舔师 美发师和瑜伽师 只有大师才能加入 我们天使疗养院的 你找钢琴师 跟我来 我带你找他 来 她就在里面 我们让她出来看见 还愣着干嘛 快 一起啊 大帮 达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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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叫谁啊 我一个朋友叫达邦 他也在这里 这儿没这个人啊 五十多岁 华裔 他也叫钢琴师 这里只有一个会弹钢琴的病人 和阿兰 干什么呀 三一六号 又撞弄新病啊 好 这是你的新邻居 打个招呼吧 四一四号 新邻居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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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介绍我的家人认识 看 这是我的全家福 来 看看 来来来 这是我的儿子 我儿媳 我的全家福 看看 我家登上吗 是 杀了 杀了 这两个根本没有头 你是个坏人 你刷个坏 你干什么 好了 好了好了 三一六号不闹了啊 乖 去旁边玩吧 乖 他叫杀嘛 他 年轻的时候拿过泰拳冠军 后来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什么样可怕的事 你最好别惹他 你脾气很不好 这就是你的房间 你可以休息会儿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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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这是四一四号的精神异常鉴定书 四一四号问我打听个人 谁啊 叫达邦 他还有个绰号 叫钢琴师 二十四点十分 星期四 南浴室 钢琴师在天使疗养院 他想见你 已到最后 再来 公司 鲲铅師 是你嗎 上吊四一 活进两侧向上提供 角度应该是斜上方 可你这条是水平环形 而且有两条锁口 说明你们赖了不止一次 无视自杀 金道夫 又谈你最想成的 我是被别人累死 肯定会反抗 抓牢 所以这是凶手的衣服纤维 可整个医院 只有女人才穿紫色衣服 一个女人 居然就能 保给弄子了 李确定 生活反应是身陷伤 看起来像是花纹钢板的摩擦场 可整个医院没有花纹钢板 那是因为还有很多地方 你没去过 谁也没有 你应该是 可整个医院 是 你准备 你不去过 那是 虽然 他应该知道 我要跟你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抱歉 徐略 徐略 这么晚了 你在这儿做什么 洗澡 是不是 现在什么状态 三十九号 刺杀 是四一四号 发现了尸体 对不起 让你受侵了 我是天使洋豫院院长达明 他是被谋杀的 你看到有人行凶了 没有 但从尸体的真相上看 他确实是 四一四号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不是四一四号 我也不是疯子 我叫林默 你确实不是疯子 你只是深度抑郁 间歇性造狂 那些只是为了让我潜伏进来的理由 我进来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你们是三九九号叫达邦 绰号钢琴师 他是一名侦探 他三个月前进来 就是为了要查一件大案 你没有精神分裂的理由 我没有精神分裂 我也没有情感障碍 我很正常 远长 有人杀了他 你现在就要报警 等一下 等一下 三九九号是一名华人 他叫蔡明杰 入院之前他是初中教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 他叫达邦 他绰号叫钢琴师 他是一名侦探 你现在就要报警 有人杀了他 他是被谋杀了 四一四号情绪不宜激动 送他回房间 他 我很正常 我叫林默 我是一名侦探 我在快马子的上面有快 快马子的上面有排名 你们去查 他 他是被人伤害 他是被人伤害 不是 是 对 你 嗯 啊 我在 我 即使 我们 我 我 还会 你 快 快 回去 来 你们报警了吗 报什么 三九九啊 你们这死人不报警 他是自杀 这在精神病康复机构 不算行业事 我要打电话 病人是不可以随意和外界联系的 我们每个月有两次探视 分别是十五和三十 手机给我 他们一直在手机的 那我怎么跟外界联系呢 手机给我 这一天神病患来说 这里才是正常的事情 我说过了 我的病例是伪造的 我进来只是为了建钢琴师 我不是病人 是不是病人 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他们这玩意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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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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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是个坏人 开头 神灵16号 可以了 你醒了 这里是哪里 我叫安颂 是天使疗养院的心理师 你不用担心 四一四毫 你在这里绝对安全 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 你完全可以释放自己的地方 不止病人 我信 你信 在这里工作了十五年 就愈发地会觉得 正常和非常之间 是一个很含糊的界限 那我还怎么样才能出去 你需要院方帮你开具 恢复正常的证明 当然了 这种证明还是需要测试的 而我就是测试的第一关 我随时可以接受测试 按照这里的规矩 最快的记录是六个半月 那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抱歉 不可以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不过你有任何想说的 都可以来跟我说 我每天都会为这里的病人 做心理诊疗 每人半个小时以上 你对每个病人都很了解吗 差不多 那你对三九九了解吗 姓蔡是个老师 她有表演性的人格障碍 但是我跟她交流并不多 您这有花园吗 没有 那有一个叫花 和姓花的病人和医护人员 你现在的状态 确实不像是个病人 更像是侦探 为什么问这些 为了查案 我可以配合你查案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和你之间所说的一切 必须成为秘密 好不好 你放心 这里没有姓花的医护人员 不过有一个女精神病患者 叫樱花 樱花 樱花 奴大 有什么套障 二十几岁 脸色平时都很苍白 不过说实话 她也算得上是那种 挺漂亮的女孩 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因为她被关在重症区 这里还有重症区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四一四号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后面呢还有别的病人 你就不想聊聊你自己吗 我没什么好聊的 那也许相思吧 麻烦在四一四号回房间休息 谢谢你 很小块 Schmidt 你会过来 我还算见到 隐技结束 我一没拜见 六个 immortelet 我也知道 gesprochen 你可能把 03の终也没有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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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模糊 幻视幻听等副作用反应 都是正常的 有人杀了钢琴师 你们现在还要害我 被害妄想症也是病症之一 预计十个疗症左右 你的病情会有色好转 还好吗 苏高 实际上苏高 是水平和气 我是八字体 我死了吗 没有 只是战死昏迷 水 什么水 那天 你死在淋浴下 凶手知道你的强项 就是嗅觉 他就用水掩盖证据 所以他不仅知道我们碰面的时间地点 还对我非常了解 还有一点 你看地板 这个花纹跟我身上的茶商一样 所以 你是死在重厨区 然后被遗失到玉石 所以 我就知道 这里边一定隐藏着大一帽 我前附近的 并可能就是为了查一个小案 这个人 他不但可以瞒我的死而不上报 甚至 他还有权力 控制制客医院 我怀疑彭熙护士长 和达明院长 彭熙护士长 他 喂 你怎么了 看来呀 看来呀 你不适合在这里做个政策呀 还是乖乖地当别人吧 这一次好 好些了吗 这里是哪里呀 姐姐 看来他已经恢复正常了 你再观察一下 今天晚上 不要让他出重诊区了 好的 护士长 怎么样啊 那个公牌 叫空甲的男护士 怎么了 你身上还残留着他的体外 是我坏了你们两个事情 这 也不知道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你不想明天全医院都知道 你们两个事的 你现在就得帮我一个忙 不 解开我 还有你的钥匙 你到底 想干嘛呀 那个叫樱花的病人 都在几号房 你不要把他给了 你让他去 你不是这样 你不给了 你只是 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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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华